4月7,健保条件7000多项药品价格 百优解、抗生素、原厂药纷纷退出台湾 台湾病人还有好药医吗? 健保署砍药价补黑洞 学民药进来却评评状况 药效真能让病人信任吗? 健保必须要健全财务 从药价黑洞到腐烂用药 台湾医药政策该如何调整? 这晚间8点南部开讲 学民药对上原厂药 健保如何保障全民用药安全? 感谢观看